警察委員 並委院長及其大法 並不順便為警察委員出頭地權 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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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層同立全量 昆北為監察委員 並為院長及其他 昆北為監察委員做同立全量 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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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出貨 觀眾朋友 再來看到立法院的罪性解釋 我們在話題當中可以看到 民進黨的立委 林哲 現在被民進黨的私信力 打成一團票 除了出貨 林哲想要去既的選票處那邊 想要拆掉選票處 結果沒有想到 民進黨的立委 直接衝上去 挥拳就打了魯明哲 而魯明哲非常的生氣 可以看到現在選票處已經被拆毀了 現在是有議事人員先把他拿離開議場 來避免現在藍綠雙方的衝突 稍早議事人員是已經 稍早議事人員是已經拿進了四五個選票數 現在全部都被國民黨拆掉了 另外議事的一些文書也都被國民黨立委 直接給灑在天空當中 而現在藍綠立委現在持續相當緊張 現在國民黨立委許淑華 跟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雙方正在對罵 因為剛剛就是在圈票處的關係 跟許淑華嗓門非常 現在很多國民黨立委 手上拿著這個標語上面寫著 斜巡陳瑩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發現 在昨天的投票當中 民進黨立委陳瑩 明明人沒有來到了一場現場 人是在電視台進行錄影 卻在昨天投下了同音票 讓國民黨質疑 這是很明顯的偽造文書 人不在現場 怎麼能投票呢 質疑昨天的這個投票呢 是完全是沒有合法性的 來看一下現場畫面 好 後面就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國民黨立委呂玉玲 他現在呢 在將一些議事的一些表決單 通通都給撕毀喔 因為他們認為呢 在昨天的這個表決是相當沒有合法性的 可以看到他一張一張 全部都Nuke 把他全部給撕開 撒在地板上面 要強力來杯葛這次的議事行動